记者刘晓星彰化报道,黑手出身的汽车业者陈永聪,连续四年易卖自己所写的春联超过2000付,今年易卖春联的爱新款项将全数帮助晨阳学员的逆风少年。 陈永聪表示,他经营汽车修配长与中古车型将近30年,20年来都写春联送人,从四年前开始就易卖春联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每年大约写6百付春联左右,今年易卖目标是30万元。 陈永聪指出,今年易卖春联捐赠对象是位于方苑乡的陈阳学员,他亲自走访这间专位中措生成立的陈阳学员,发现浴室屋顶与清刚甲确实老旧破损,等不及春联易卖,他就先行垫付款项故宫施作,已经完成改善工程,让学生不必等到下学期就有全新浴室屋顶了。 不论是汽车修配厂或是中古车室,每到农历年前都是旺季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陈永聪易卖春联的决心,他都是从中秋节过后就开始提笔先写300付春联,在春节前一个月截止预定,在熬夜赶工写春联,往往都要写到凌晨才能入区交货,希望能够集合社会的爱心一起做好事。 陈永聪说,他义卖春联每付300元,不止义卖金额全数捐出,同时还会以购买者名义捐出爱心善款,由售赠单位开立发票给所有的购买人,因为这是一大群有爱心的人所做的好事。 他只是花时间来写书法,集合大家的力量,让这群逆风少年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,迎接更美好的未来。